黄老师你好 你好 黄老师你先把你的艺术背景介绍一下 我本身是东京艺术学美学博士 因为教换学生 所以到日本前后差不多28年 然后也在国外办一些油画展 包括在罗浮宫 也办过六四个人展 然后也办过28厂的世界巡回展 那都是油画为主吗 对 以油画为主 那先讲你在日本工作那几年 28年你做什么工作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设计 商业空间包装设计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 大的可以从一个建筑结构 建筑结构的一个设计采样 还有吸到所谓的小的商品 一些所谓的线条颜色的一些变化处理 然后可能室内的空间摆设 以及警官的一些造景 这方面我们公司都在经营这些项目 那跟日本人工作这么多年有什么感想 日本人做事情的态度会比较守规矩 而且他的一些执行能力比较成熟 那因为他们在设设计这个领域里面 应该算是比较讲究 讲究人性 人性的需求 因为人性的需求里面它要符合 因为所有设计都是在为了人 为人在做设计 所以他会贴近人性 去做一些人性的需求设计 然后在台湾这一方面可能就比较跟不上 就是他们对人的需求更关注更细腻 对 后来什么原因回到台湾 时间结束了 因为在那边的时间结束 就是20年结束我就回来 那回来台湾就直接到这个地方吗 对 来这边 喜欢乡下 然后喜欢这边的空气 这边环境好 是 你是自己开车这样慢慢找下来的吗 还是朋友介绍 其实原本是把点放在花莲 那花莲那边也买了个土地 然后盖了个房子 那后来发觉 其实花莲有些地方太潮湿 然后不是想象中这么稳定 那到了屏东之后发现说 其实屏东更适合我 因为我喜欢热 一般人不喜欢热 但我喜欢热 好那就找到这个地方 然后又怎么样跟隆文石这个接触 其实说隆文石它是一个转机 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因缘际会 我们在大约是11年前 11年前的5月26号 5月26号的那一天 我们在河床上其实是在捡漂流木 回去要烧火 要烧热水 结果无意中 发觉这边的石头怎么都有一些生锈的现象 就好奇拿起来 垫一垫 手垫一垫 它的比重还不是太寻常 那正好上游有人走下来 有几个石 从上游走下来 我们去问他 然后问到三个关键的隆文石 这三个是5月26那天开始 然后我们知道隆文石之后 我们就 请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然后一起来认识这个石头 后来我们成立水门社区发展协会 隆文石的研磨板 隆文的意思就是指它上面的金属吗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 这个名称隆文石的名称定义 其实并不是台湾来起的名字 它是从维基百科里面的一些基础资讯 我们认识的时候 它就叫隆文石 而不是谁去命名 然后主要隆文石 它可能就是说有一些石种 它在一些金属矿物的结晶 跟线条的流放 有点像龙的形状 所以有点去向于雅石 有些雅石说这个像什么 那个像什么 但隆文石有很多 带状隆文的一些特质 它就有一些龙的图腾跟走向 所以被称呼为隆文石 就是因为有线条就对了 对有一些金属线条 那如果说还没被关注之前 是不是很多人都把它当做砸石而已 在我们之前其实在民国50年代 其实在台湾的银楼 就开始在贩卖这个石头 那当初呢 他们以为是黄金 所以当时流行过 然后当时像 大约是50块铜板 大小 正反面都有龙文石 当时一个就差不多是8000块 在影楼贩售 那因为现在科技比较进步 然后也有金属实验中心 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是 把所有的龙文石分成别类 分成六大类 然后送到金属实验中心 去检验每一个类别的金属的内含物 那内含物里面 它其实每一个被分类的一个品项里面 它的项目都不一样 所以分类的很干净 那所以现在后期的龙文石 其实我们会比较进入一个所谓新的 就是成熟期 早期的话大家误以为是黄金 可是现在黄金的定义被打破之后 大家都会就是去了解 它里面的结构到底是什么 所以六大分类里面 就是没有黄金这一项就对了 它有黄金的成分 但是在某一个金沙 金沙矿物 因为我们分成六大类 那六大类里面有一个名称 叫金沙龙纹 那金沙龙纹它里面 含金的比重 含金的比重是百分之二十三 但如果要提炼的话 其实富富成本 因为它是属于金沙类的 就是像沙子一样大小 然后着床在石头上面 所以你必须要先把金沙取出来 然后再从金沙里面 把铜跟黄金的燃点分解出来 它就会有一些黄金 就是六大类有其中一个是金沙龙纹 但是因为它的含量不足以开采 对 所以只能看而已 观赏 只能观赏 是 富富成本 比重不够 对 好 那龙纹石后来又怎么样玩到说 你进行一些琢磨跟雕刻 起初是这样子 起初是在因为这个班成立之后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些推动 因为有些时间不等人的那一种耐性 拖太久 这东西的那种新鲜度 保鲜期没有在最好的状态之下 你去把它推到一个高度 可能就会有一些所谓的人员上 就是有一些信心上的一些不足 会有一些灰心 那后来我们是透过直接比赛 去参加台湾的石雕比赛 然后石雕比赛那一届其实主要是 要入选前十名要代表台湾去参加 世界华人钓科大赛 然后我们送了两个作品过去 就两个作品 一个是拿到第一 一个是拿到第二 所以两个作品 出去之后 后来就是台湾第一等有来做电视节目 然后非凡电视也来 中天也来做了几个电视节目 然后真正其实我们达到高峰是在 参加世界华人钓科大赛的时候 我们还是拿到冠军 世界冠军 所以他当时的石雕比赛是不限十种是不是 对他没有限制哪一个十种 所以你就是拿龙文石去做雕刻 然后拿到冠军就对了 对 怎么样去避开他的这个纹路 或者是怎么样去配合他的纹路 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一些喊话 就是猜色 就是把金属跟石头 分做两个部分 你如何去创造一个金属的一些格局 然后如何把石头当成是绿叶的角色 我们可能就会选择一个所谓的猜色工法 去把它的亮度 用亮度来决定颜色的不同 因为像我本身是一个画家 那画画的话是加法 可能就不断的把原料加进去 那雕刻是剪把 就把不要的去掉 那不要的定义到哪里 就是你要去掉多少 你的审美观 到哪里 你觉得做到哪里 这是你的能力 这样子 因为它有特殊的纹路 所以要猜色就对了 对 并不是一块完整的这个原石 然后直接随便雕刻都可以 会要有需要一些想法 因为每一个石头条件都不一样 有先天的这个限制 对 所以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能会依照自己的经验判断 所以后期我们都是做一些客制化的一些项目 就是客人需要什么 我们去做什么 所以发展到现在它就是一个摆件吗 摆件可能因为龙石它基本上规格都不大 它的石头的规格都不大 然后大部分都是做一些项链坠料 坠纸料 那坠纸料其实它在设计上 因为它的空间实在是很有限 然后所以我们在人工创作雕刻的这个环节里面 可能就是要有一些所谓的细节跟布局 这个作品要做什么 像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神像 或是一些所谓的像妈祖 像观公 像达摩 像释迦摩宁佛 甚至于做观音 这类的人像其实都是一些客制化的一些客人要求 当然就是说我们能做的 尽量就是做到客人的满足 因为它的这个成分比较多元 所以它通常都比较破碎比较小块就对 对 所以只能当小摆件 对 老师要不要介绍几件你的作品 像刚提到所谓的金砂 金砂里面的黄金比重 这就是之前我提到的 它的黄金跟铜的比重 像这些雕刻类品它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浅雕 那浅雕其实它最注重的就是说 它的立体性以及猜色 就是说我们把它的立体性跟它的猜色做好 然后保有金砂的一些圆框的一些条件 然后跟黑色的一些黑胆部分的条件 说一个颜色的一个色差 像这类是我们可能在野柳看到的一个女王猴 对 就野柳看到的一个女王猴 那它可能就有两个面向 可能我们在资讯上可以获取的一些图案 这是天然的镂空啊 这是创造出来的天然骨化的一个 青石的一个效果那线条是做出来的 那当然就是后续就天然的一些青石 海青石的那些效果是做出来的 这个也是金砂 像这个长毛巷 它内涵金砂 它也是金砂 然后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一块石头里面 我们如何把它的比重位置做分配 它其实分量是很足够的 重量是很重的 那一般正常的石头它的重量没那么重 那它的一些像这边有一些黄金的一些 跟铜的一些共生矿 共生矿 所以像这种雕法是比较少见 我看你大部分都是照它原型 去做一些巧雕的对 对 就尽量让它完整一点 展现你的工艺 有些地区要被破坏 像这类东西它就必须要 它是比较传统 然后比较一些东方元素 可能在我们认识战国时代的一些图腾 跟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认识的一些条件 可能像这些龙 龙的摆放 或是一些缝 缝的一些形状 比较现在就没有那么精致 那可不可以讲说 一般的石雕家 如果说有一定的水准 都能够雕种龙纹石 它的技术一样吗 就是来参与的人其实并不多 因为这个矿比较特别 它里面含重金属 那这些金属呢 它们其实它们会害怕 就是吸入过多的一些重金属 累积在肺里面 对 所以我们在雕刻的设备上 可能就要比较讲究 就是在排水性 以及在通风设备上 可能就是要做的比较好一点 安全性高一点 所以一般的石雕家 不会去碰这个东西 它们不愿意 对因为就怕里面的金属 对对对 粉层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的这个 你刚刚讲的设备 就要更先进一点 就是在安全的顾忌上 我们可能在设备上 其实通常我们都会加水 带动水的一些分解 然后把沙子粉层带出去 然后要凑风机这样子 哦因为它比较重 所以就是有水的设备 让它流出去就对 介绍一下这些 比较圆形的一个雕刻 像这些东西它比较特别 我们在这边其实在做教育 这东西叫绞金 这个叫绞金 那绞金顾名思义 它就是有金属 金属跟玉的结构 那金属主要是 我们看到的部分是 它的结晶状 然后结晶状它外面有覆盖一层 玉的一个惯性 因为金属跟玉之间的关系 其实就是矿物的元素不同 所产生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称 称呼叫做绞金 这个叫绞金 对啊像这种只要简单的把它表面做个处理 它就很有造型了 对然后这个叫龙珠 它其实它原本里面是扎实的 我们把它裸空之后把它变成是 以前传统有人在做 孤寡 拌孤寡 龟壳 拌米寡 就用这类的一些工具 我们只是随性就是在信仰上 赋予它一个 比较信仰上的一些所谓的工具这样子 这是我们就是自己的一个想法 这类的东西它还有一个东西叫龙骨 这个东西叫龙骨就是一节一节 这个龙文石它当初被命名被发现 其实它的量比较大 所以被发现的时候后来就好像就是以它为命名 就是称呼它叫做龙文石的 定名就对 因为它的纹理走的方向有点像龙 然后在玩雅石那一块的人 他们其实他们的想象空间很丰富 所以他们就被天马行空的去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什么 你有沒有发现这有什么图案 那当然我们在这一块里面就比较不讲究 我们可能讲究就是说它的惰性金属 金属结构的惰性金属的稳定性好不好 然后保存价值好不好 所以比较重要这样子 那一般它怎么保存 就是当一般石头摆放就好 一般我们在做保养的时候都会加一些油 比如说婴儿油 婴儿油做叉湿做保养 主要是让它跟空气的水分跟氧气做隔離 隔离起来之后它就不会产生氧化性 像一般的铜铜铜钓或是黄金 它们都会有一些金属分泌物 那个叫氧化物 氧化物分解出来会像铜会产生铜锈 铁会产生铁锈 那它们都是属于非多性金属 就是比较不稳定 所以上个油会比较好就对 就隔离掉那些氧化机会 好老师最后讲我们这边是山地门是排完厨 那你有没有置入一些原住民的元素 或者是排完族的元素在你的创作 我们作品里面其实还蛮多的 说实在就是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多 其实有创作过好多作品 就是有很多族人也来这边上课 对他们来这边上课 主要就是我会希望说一些年轻人 可以留在原乡部落 不需要让这个部落的一些生气 或是一些生命的结构 只有老幼缺了一块青壮这样子 所以就很多部落青年来学的话 就会加入他们部落元素 对我会希望说他在这里 创造他们的第二专场 然后甚至在第二专场可以找到 他的另外一个春天 可以留在家乡照顾小孩照顾老人 所以老师意外来到这边定居 也是照顾这个社区跟邻里 是在努力朝这个方向在做 但因为每一个人的能力都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人跟人的串点 让这个力量带上来 变成是一个比较有效率 至少目前稳定了是不是 现在面对的就是说很多原住民 很多平地人他不喜欢这样的一个项目 因为必须要下额床前石头 必须要把自己磨得整身都是一些 一些脏兮兮的 而且刚刚还有讲到可能 重金属的这个本城他们也会 他们就比较不太喜欢 说真的 所以还有在继续这个发扬 我觉得就是他是一种信仰 当你心里有一个信仰 就像信任信仰约书信仰观世音信仰土地公 他其实都是信仰 所以艺术创作也是信仰要坚持 是信仰 好谢谢黄老师 不客气不客气 不客气